你那脸从早到晚摸了一百回了吧 长疹子了 没有 是不是空调吹太干了 不是 给 涂点 王一超 你能不能有点礼貌 王一超学长 你跑来霸占我们专业课教室也就算了 还在那儿哀声叹气的 你是不是要出我们大作业的眉头啊 学长心里苦啊 忍不住就要叹气 少来 你成天想方设法赚我们钱 我们才苦呢 我是认真的 我不是喜欢你们晓月姐姐吗 可她现在就要出国了 去哪儿 我们没听她说过呀 她们不是参加那个建筑设计大赛吗 只要拿了一等奖 就是出国留学的名额 你说我还没追到她呢 她就跑那么远 这来回机票九千 我这也需不喜啊 你怎么知道 晓月学姐一定能拿到名额 我们家晓月那么优秀 那肯定一等奖啊 我觉得学长才能拿到一等奖 那可就换梁又年出国了 不怕 大不了我们一国连 阿霞 淼淼 你怎么来了 我拜托计算机系的人 帮我查到了发黑帖 那个开拓粉丝的网站地址了 就这个 这下林开拓别想再诬赖我了 这一串数字我们也看不懂啊 是你们宿舍的网站地址 唐孟非 你天哪 这女生宿舍也太可怕了 我们晓月太不容易了 我看人赶紧走了 我看你什么都知道 我看你不过 你怎么看不懂 我看你的这些给你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能不能把美好 我看你了 你们干吗 黑铁的事我们聊一聊吧 聊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可是已经查到了 发帖人的网络地址喽 你们想干吗 也不想怎么样 就是觉得既然你做了坏事 总该有惩罚吧 我会告诉老师的 天哪 他说他要告诉老师 啪啪啪 吓死我呢 怎么办 怎么办 这热量也太高了 我能不能不吃完 不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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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